大家好,歡迎回到Football Manager 2016 你見到我現在穿著這件什麼? 穿著這件華蝶 華蝶非常厲害 禮拜六對曼聯 又入球,連續十一場 英超連續入球 破了雲尼斯達來雲老的紀錄 成為英超史上第一個連續十一場入球的球員 主要不是說華蝶的這一集 主要是說一下Football Manager的Face Pack 即是遊戲都出了一個月 有朋友問我 為什麼Football Manager有樣子呢? 有球隊的Logo呢? 看到李斯特成這個狼仔的Logo 還有為什麼有球衣的呢? 是要自己下載自己裝的 由於我還在用舊的Face Pack的緣故 所以我這個乾蹄是沒有樣子的 Centy 我們就嘗試在這個影片裡 我會講解如何下載 以及裝這些Face Pack Logo Pack 以及Skin 首先你要找地方下載 有幾個地方 有幾個地方 一個就是FMScout 我會在我Youtube的連結 都會上載幾個你可以下載的地方 按了下載之後 那條件都很大 整個7GB 我下載了兩個 一個就是 一個Base Pack 一個就是 11月的Update Pack 你看到這裡 有個Base Pack Base Pack很大 7GB November Update 11月的Update 只是百幾MB 那下載之後 你就要下載 如果你沒有這個WinOutAR 就要自己下載了 就是這個 RARLab.com 我亦都會上載 下載了之後 你unzip去一個位置 就是解壓 那我解壓了去 不是GameVideos 這裡 Face Pack 看到這裡有兩個Face Pack 那你解壓了之後 就要把它放在 你Football Manager 2016的Game Folder 那怎樣找回 自己的Game Folder呢 就在我的文件 那你按這個start menu 就是我的文件 你看到有一堆文件 你看到有一堆文件 那在這裡 Sports Interactive 的Football Manager 的Football Manager 那裡面有很多 很多folder 那如果你沒有 我們要用的folder 主要是Graphics 這個folder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folder 那就新增 資料夾 然後自己加 要改名的 要改一模一樣 世界的名字 才可以 好 好 那如果你加了它之後 等我關掉FM 先 加了一個folder 之後呢 你就要把剛才的folder 就放下來了 那我 這裡有幾個folder 這個 其中一個就是 波三 也是舊的 我不會動它 那Logo就是Logo Faces就是Faces 那由於呢 我是想 換個 新的 我想橙走 就是舊的 人養 那我就會把這個呢 folder 塗上去 然後把這兩個 山翼folder拉下去 複製需要時間 複製需要時間 差不多10分鐘 10分鐘後再和大家見面 大家好我兩個face pack 都已經copy 了去graphics 這個folder 記住Documents 如果你們中文是我的文件 Sports Interactive Football Manager 2016 Graphics 這個folder 除了face pack 之外 如果你有logo pack 或者 at kids pack 即是球衣的pack 你都可以這樣做 然後呢 就可以回到你的football manager 然後preference 即是喜好 interface 即是介面 首先你要按這個clear charge 是不是這樣讀 你都不知道 那即是清除它的暫存 那清除了之後再take這個reload skin when confirming changes in preference 就是每次你在喜好改變都reload skin 跟著如果你再不肯定 再按右下角這個reload skin 那它就會loading image for the new skin 那它就會loading image for the new skin 然後如果你load game 那就會有新的face pack 那你的人就會有樣子 看見到那個face pack已經轉了 這個小粒一點 那但是最緊要 我這個干題有個樣子 嗯 有沒有看過大一點的照片呢 是沒有的 哦 有attribute 那看到它 有什麼樣子 那除了skin pack 除了這個face pack Kids pack 還有這個logo pack之外 你還可以download skin pack 就是會改 改了這個小小這個版面 譬如你進去這樣 看到attribute 那樣的東西 那也可以download 那其中一個玩football manager 最麻煩呢 就是這個 就是裝個face pack 還有找些face pack 不過如果你們喜歡 也是個樂趣來的 那可以在哪裏找到這些face pack呢 那我已經說過了 有一個地方 fmscout 那幾好的 但是它download就麻煩一點點 那還有fmfaces.net 還有fmfaces.net 然後還有sortedtuis.net 然後還有sortedtuis.net 那當然它download的時候 也會教你怎樣in-store 如果你不清楚呢 就可以看一下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的裝到face pack 令到你這個game有人養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在comment 裡面我們討論一下 如果你享受這個video呢 就lik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page eatworld 還有eatworldhk 那下次回來再和大家玩 FootballManager2016 拜拜